各位,大家好,又是我啊NUALAMA,今天,我们会继续同大家讲述,顾家辉先生的生平和成就。 1990年开始淡出乐坛顾家辉,自1990年代起,就慢慢淡出乐坛。 过着半退休的生活,专注于绘画。 2006年,他与指指及弟弟顾家昌,于香港大会堂联迷举行画展,万水千山总视程。 他期望将来能举办个人画展。 2007年復出2007年,顾家辉获无线电视邀请,为庆祝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。 而制作的电视剧岁月风云,创作同名主题曲。 该曲,由张美言填词,李克勤,周泉洪合唱。 其后又应香港中乐团邀请,于其作品专场音乐会,顾家辉名曲精选,担任指挥。 2009年,他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辞家协会邀请,担任该年Cash流行曲创作大赛的评判。 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5日,久为12年后, 假红磡体育馆举行顾家辉大师经典演唱会, 歌音乐会由道致辞担任音乐总监, 并邀请了多位实力派歌手参与演出。 2015年宣布正式退休2014年, 顾家辉音乐香港中文大学班受荣誉博士学位返港, 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,为此举办不纽香港名居, 向顾家辉致敬音乐会, 并联同徐小讽及张敬軒演唱多首经典作品, 顾家辉亲自指挥扎声,及徐上曲, 反常时,更与一众嘉宾领唱狮子山下。 2015年,年届84岁的顾家辉, 决定正式退休,并于红磡体育馆, 举行顾家辉荣优成典演唱会, 5月8日至5月19日,共12场。 当中除了有音乐总监徐日琴, 演奏多首名曲, 还播放了他首次担任主持的片段, 为演唱会揭开序幕。 歌演唱会嘉宾陣容鼎盛, 包括郑少秋、汪明泉、张敬軒、 叶丽仪、张德兰、 先道拉、谢安琪、 叶振堂、关谷英、 陈杰玲等等。 此演唱会亦先后于新加坡、 广州及澳门举行, 乐迷反应空前热烈。 同年7月1日, 顾嘉辉获香港特区政府, 颁授金子经升章。 他对此感到十分荣幸, 并表示若社会有音乐发展上的需要, 他一定会贡献一分力, 回馈香港。 其后,经过再三考虑, 顾嘉辉决定继荣优演唱会后, 再度于2016年2月26日及2月27日, 于洪馆举行顾嘉辉金子经慈善演唱会, 要得许冠民担任司宜。 该演唱会为慈善目的, 并非复出, 并且再次力邀不小歌手参与演出, 如郑少秋、 汪明泉、 关谷英、 张德兰、 仙道拉、 杜丽莎、 苏永康等等。 他演出结束后, 在2018年底返回加拿大温哥华退休, 跟指指一样正式投身话谈, 不再公开露面。 细世, 2023年1月3日, 顾嘉辉于加拿大温哥华逝世, 在年92岁, 消息最先由当地粤语电视台, 新时代电视报道, 顾微指顾嘉辉离世前, 在医院住了一星期, 他有一些新冠病毒感染, 加上有数天不进食, 很安长地离开。 逝世消息传出后,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红, 与无线电视主席许图, 分别发表了声名致歪。 无线电视匪翠台, 于2023年1月4日晚10点半, 以直播形式, 播出特备节目, 亡不了的音乐殿堂大师, 顾嘉辉先生。 节目由欧瑞强, 朱海亭担任主持, 到致辞, 徐日勤, 郑国江, 李隆基等现场接受访问, 而徐小冯, 叶丽仪, 张德兰, 仙道拉, 陈杰玲, 雷安娜, 叶震堂等, 即接受了电话访问。 其他资料顾嘉辉已作曲及篇曲文明, 仅有两次填词经验, 就是欢乐今宵晚安曲, 以及数字歌, 两首都是歌词字数狠小的短曲。 此外, 他亦兼任欢乐今宵音乐总指挥, 钢琴手, 作曲家, 及音乐总监。 在他众多创作中, 他说他最喜爱忘尽心忠情, 此曲是由黄尖作词, 乃是叶震堂的首本名曲。 各位, 顾嘉辉先生生平回顾, 今日我们就讲到这里,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顾先生的生平和他的成就, 请大家不要错过啊。 请大家订阅一下,